哈囉大家好 今天又是一個愉快的一個週末 對 然後這個週末過去之後 迎來的就是我們革新英雄要潛能解放 那這邊的話 因為跟官方有合作有合約 然後要幫官方拍影片 所以這邊有提前拿到了這一系列 革新英雄要拍影片介紹給大家看 好 那這邊的話 首先我這個編排是有根據排行的 對 但我的排行是依照它的實用度 我個人認為喔 對 那每個人想法不一樣嘛 你可以聽聽我講的對不對 對 然後因為 我講的不是先後順序啦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萬解感覺 2-3感覺沒什麼變嘛 對 但是我覺得以實用度來講 它還是有那個價值在 所以我放在2-3名 好 那這邊就先來講 對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新月 大家這次評價比較好的是新月 可是我實用度還是給它第五名 等一下我再介紹給你看 好 這邊先來看一下我們的魔師 對 他變帥了 而且這樣子看起來有點像 黑手黨的老大 好 不管他 他變身之後 他的能力雖然沒什麼變 但是就是很明顯的變強了 低一點倍率增高 然後秒數也延長 這些都是在我們平常在玩的時候 最常用到的 所以變成說他投入實戰的出場率就非常高 我什麼光隊都可以放 都可以放他 啊 人類隊其實像一些人類也可以放他 甚至說你真的要 我露西最近很多人在用嘛 我需要排版也可以靠他 對 但是稍微要說的是 露西是水屬 他的倍率是只有光屬性才有 啊 你雜色要帶魔師 可能就真的你只是想要當排版用 這應該也是OK 這樣子 對 那最主要是因為說他可以出場的機會太多 所以我覺得以實戰的價值來看 他是比較高的 然後再來看一下我們的優格圖跟弱可可 對 為什麼我放在二三名是因為說 他本身萬劫就算是一個不錯的技能 啊 唯一可惜的是他這次的解放 感覺沒什麼變啦 對 你不要跟我說你新變新強差很多 那真的就是 不是最主要影響的內容啦 齁 那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他多個炸板然後再萬劫下來 喔 那就變得非常棒 因為有些雷擊啊 風化啊 我萬劫之後我可能還是會有那個 尷尬的狀況在 但如果多個炸板之後 哇 他下來 我覺得這個 優格圖解放就變超強 好啦 這個也不是許願池啦 這只是我自己覺得 一個小小的心聲這樣子而已 對 然後以價值來看我覺得還是有的 更不要說他的其實攻擊力蠻高的喔 對 你不要拿那種優柱 假的人類來比 不然其實人類一千九算高了 好 然後再來冰花 為什麼冰花是第四名呢 因為 冰花他在解放過後 他只是你1P-2 但是如果你把這招當作增傷來看的話 你1P-8等於CD-8嘛 你每一回合最多就是儲備1 甚至說你還要每次都消到水族 對 你CD-8的 就算我減年華 等於說我這樣也才CD-6 啊 他最主要的賣點其實不是增傷 最主要可能還是附加消除 再一些特殊關卡 可是這也是雙面刃啊 我附加消除連我的增衣效果也會消除 更不要說現在有很多隊伍都是有雙重效果 不是 就是有兩回合的效果 或者是常駐增傷 那個都會 就是 都會一起被吃掉啦 那其實有時候也不是到那麼的實用 對 所以但是以功能性來講我覺得還是有他的價值 所以我就把他放在優格圖跟洛可可後面 一點點 對 但沒有到很後面 好 那再來是剛剛介紹的星月 對 它是這一次解放感覺變動最多的 因為其他都感覺只是稍微給他 稍微整形一下 對 啊星月幾乎多了一隻手出來 哈哈哈哈 但是那種感覺吧 好 他就除了恢復之外 多了一個攻擊的手段 對 因為以前是只有恢復嘛 但是我覺得他比較剛剛的是 我是拿星珠來去做轉換 可是我星珠本來就可以回血啊 好 除非我是這個版面我不好轉 但是其實本來就可以回血的同時 其實 那個回復生命力 嗯 就真的就普通 除非你是這一個關卡 你恢復力變0 你沒有恢復力 不然例如說假的我有10顆星珠好了 哇靠 你現在玩隊伍你10顆星珠 你還怕你補不滿喔 所以其實他這個 嘖 技能的 就是那個感覺你就覺得有跟沒有一樣 而且更不要說 他是說最多8顆嘛 對不對 所以理想是8顆星 最少場上有8顆星 現在隊伍沒有一隻可以搭的 最理想是納奇或露西 講真的是露西啦 露西你左右這樣子新珠 馬上就達到他的要求 可是沒有意義啊 我露西新珠就兼具所有珠的效果了 我把它轉成木珠 要幹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而且更不要說露西 我放心會也沒有意義啦 只是我的說是 露西這一種的隊伍技 是比較適合 心悅他想要的那種感覺 可是 也搭不起來吧 對不對 啊更不要說現在的主流啊 木北歐好了 木北歐是就純木嘛 但是木北歐你場上 你如果不靠特別的卡片 你場上正常的新珠啦 就是6顆以下嘛 我們30個版面除以6 就大概5顆6顆 你不會說你版面有8顆新珠啦 這個真的是少 很少才會這樣子啦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心悅如果你直接開的話 他的效果就會 先打個折啦 就效果會沒有那麼好 對啊我覺得這是比較 就等於說以實用度來講 他雖然感覺解放之後功能變多了 但我覺得目前的生態 他的出場率還是低的 對 至少我是自己這樣認為啦 我也沒有要把它扁得一無四處 只是等待說可能之後會有一些 更適合的隊員 例如說像小美 剛剛講到 因為小美光暗有二小嘛 所以小美的新珠應該是會偏多的 對 但是第一點小美的追打 他 就 他的界王權就沒有意義了 被傷害被 整體傷害被稀釋掉 啊第二個小美的光暗都有兼具了 啊你轉木珠出來 其實 有都有兼 就是有三個主屬珠 啊你 再把新變成木珠 其實那個征服也不會影響到哪裡去 對 然後另外 還有光暗就有兼具新的 啊我還要補血 哈哈 對啊這我覺得這是 嘖 真的要想 我是還沒有想到那種 可以帶 但是還沒有到很適合新月啦 所以我把它排到第五名 齁對啊我是 這樣認為 啊我不知道跟你想的一不一樣 因為其實有時候還是要看關卡啦 齁 啊就影片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